小丸子 每一堆数秒都有一个成长时期 要不要去观看也是看自己的努力 每一场风雨是大自然变化的呼吸 就这么放弃会没有结果的欢喜 大风吹不走 我雨晒希望不会被惊喜 小丸子在哪里 快乐就在哪里 小丸子为了什么闹情去 小丸子的幻想世界飞往哪里去 小丸子有时也会装到长臂 小丸子偶尔崩溃 也想细细 扁身蛇投资公司 有的 我知道一定会有扁身蛇 这种蛇整个身子都是扁扁的短短的 像啤酒瓶子一样大 而且有个农夫田中先生还亲眼见过 某百货公司愿意出一百万烟奖励求购扁身蛇 什么一百万烟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有了一百万烟 今年暑假想买什么都可以了 嗨 我们出海了 我樱桃小丸子一定会拿到这一百万的 你都没钱买东西给我 真是 爸爸 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扁身蛇 这些动物是传说中才有的 到哪去找 这个答案很正常 帮我想想 想想有什么线索吗 我想不出来 你们真傻 哪有这个东西 其实扁身蛇和龙一样都是传说中的动物 但是有人说他亲眼见过 他亲眼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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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只是草丛里的普通的一条蛇 孩子 气死我了 为什么你们两个都不相信田中先生讲的话 你又没见过田中先生 你就这么相信他讲的话吗 你们这样真是气死人了 我懒得跟你们说了 小丸子在搞什么鬼 爷爷 你有什么想要的只管跟我讲 如果你想买什么就叫小丸子给你买了 真是乖孩子 以后你挣了钱再给我买 不用等我长大了 很快就可以买了 说不定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可以给你买了 不过你别问为什么 总之你想要买什么只管告诉我 突然间也想不起来要买什么 你就慢慢想 价钱不是问题 只要你开声说就行了 小丸子 你做了什么犯法的事了吗 待会讲这些话 你骗人 我不是骗人 你是骗人 发生了什么事 来呀 小丸子 他说假话 他骗人说他见过变身蛇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他们不信我说的话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小玉讲的话 而且还说他说假话 他讲的东西怎么让人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那个田中先生都已经见过了 哪个田中先生 如果真有的话 那就抓来给我们看看 我是想这么做 小丸子 只要我们抓到变身蛇 他们就会相信你了 正好明天是星期天 我们就一块到郊外去抓变身蛇 这是个好主意 两位好 这次的行动也算我一个 如果有我的加入 那么变身蛇就会像飞进笼子里的小鸟一样 一伸手就可以抓到了 变身蛇不是小鸟 他只是比喻一下 不过那样 那一百万奖金大家评分 怎么连他也知道奖金的事情了 这样吧 一百万三个人分 每个人有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只一剩下的就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捐给慈善基金 抓到的变身蛇又可以用它再来挣钱 好啊 这个主意真不错 如果抓到一只公的一只母的 就可以进行人工繁殖 哪指 还可以开公司做生意 我现在好紧张 那我们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好 碗尾用碗字 小玉用玉字 加上桃子的桃子 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名字 叫做完玉陶扁身蛇投资公司 这个名字真是好威风 我好喜欢 我们完玉陶扁身蛇投资公司业务广泛 除了有这些扁身蛇卖之外 还要参与地产投资 建筑金融 饮食零售 旅游酒店 这么多元化的业务 这间果然是大集团 好厉害 我的心里好兴奋 不过这样吧 我做总裁你们不会反对吧 爸爸 有点事想问问你 有什么事只管问吧 如果发现了新品种的动物 要在学术界发表 那么应该要办些什么手续 还有 如果想看一间公司 想申请专利权 要用什么手续 是不是社会课的功课 怎么小学生的功课这么深 想你也不知道了 算了吧 还是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对了 你说的对 功课是应该自己思考的吗 爸爸 你知道吗 你有这么一个有本事的女儿 你应该感到很幸福 听完这句话 爸爸觉得小丸子的口气太大了 各位千万别学他 今天的天气真好 所以最适合出去抓扁身蛇了 小丸子是不是真这么勤奋 妈妈 借个网和笼子给我 你是不是要去抓扁身蛇 你怎么知道 妈妈 你千万别告诉爸爸知道 还有 如果抓到了会暂时养在家里 妈妈会麻烦你帮我预备一个大箱子 好啊 小丸子 怎么会这么痛快 我知道了 妈妈一定觉得我很有办法会抓到的 妈妈又怎么会这么想的傻孩子 我知道你肯定知道 如果妈妈真是这么想 那才是反常的 我出去了 对不起 陶子同学 你知不知道已经迟到了一分二十秒 你身为公司的重要职员 要有自觉性才行吗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 对了 还有 今天我看了关于扁身蛇的特别节目 原来这种传说里的动物跳得很高很高的 而且很生猛 而且它的牙齿是有毒的 你们要小心 要是这样我们就别去了 陶子同学 别忘了你是我们公司的重要职员 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半毒而废 丢了命 就算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就算有命 但是没有扁身蛇也是做什么职员也没用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快点走吧 发现什么一定要记住大声的叫 记住了吗 是 陶子同学 如果你的表现好 我会升你的职 让你做我的秘书的 算了吧 你上次是不是在这里发现扁身蛇的 好了 让我来分配 这里由我来负责 至于你们两个到那边的草丛中去找吧 快点走吧 你有没有觉得完美他太得意了 哪耻得意 他简直是太嚣张了 他只不过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太过分了 就是 我终于见到扁身蛇了 小丸子我们过去看看吧 走 完美同学 你可要真面点 我们来帮你了 扁身蛇呢 我已经捉住了 在我的网里有一条变身蛇 这只是一块烂布 刚才你就是为了这块烂布而大叫吗 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无地自容 想不到我今天这么失败 完美同学 你也不要责怪自己了 人人都会有错的时候的嘛 哈喽宝贝 这么巧啊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华伦同学 我正在兜风 我最喜欢这种外国车了 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是银叔 是我的管押舰司机 你们好 你们一定是我们少爷的同学 对不对 我知道了 你们在这一定是想搜捕扁身蛇是吗 哪会 我们哪有那么亲切 我们明天学校见 拜拜 我真是好羡慕花伦同学的这种生活 如果玩玉桃贬身蛇投资公司成功的话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是不是 贬身蛇可以操纵世界吗 好了 我们再分头找一找好不好 好 又有动静 我想这夫妻一定有贬身蛇 让我过去看一看 怕不怕 同学 真是想不到 看起来又不像那么大个洞 这次又失败了 快来救我 麻烦你们了 多亏你们在这 我们不要再抓贬身蛇了 如果你们两个哪一个再受伤都不好 陶子同学 小丸子 对了 玩伟同学 你捂着眼镜干什么 我右边的眼睛变碎了 你没事吧 放心 缺一个眼睛片 不会有事的 真厉害 你就向毕加索的话 我们回去吧 好 好 玩鱼桃贬身蛇投资公司 我是说着玩的 不过玩伟同学 你没事就已经很幸运了 幸好没受伤 要不然会破坏我再参加选班长的形象 刚才有东西爬过 跟我上次见到的动物一模一样 这样过了几天 已经没人再讲起扁身蛇的话题了 小丸子 小丸子 我终于想起来了 我想要一部可以吹出泡泡的机器 怎么了 难道你这么快就不记得了 怎么了 爷爷的话让小丸子想起了扁身蛇的事 因为如此小丸子足有一个礼拜都在想这件事情 朝背去远足旅行 明天我们去远足爬山 各位同学 记得玩得开心一点 是 又要去远足爬山 想起来就已经腰酸背痛了 有什么好开心的 远足爬山是小丸子最怕的事情 带好买零食的钱 只需要两百元就够了 可以用两百元买零食 一想起来这件事我就流口水了 好开心 小丸子最喜欢的是去筹备远足爬山的零食了 好了 大家出来 我们抽象决定在旅行巴士上面坐哪个位子 远足爬山好不好玩 就要看可不可以抽到在旅游巴士上面一个好座位 千万别抽到坐在麻烦的男生旁边就行了 我抽到28号 我抽到29号 我抽到了 真是惨了 坐在他旁边 吃了晕浪丸都会吐出来的 坐在小丸子旁边 就算这次远足多好玩都不能尽兴了 真是气死我了 通常被人家无端说过之后 小丸子都会表现得异常激动 但是他又没有什么本事可以马上顶回去 于是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那大声的乱喊乱叫了 大家还要记住 一定要带齐远足所需要的装备 如果下雨就要上课 如果天气好就马上去远足 但如果阴天的话 也可能会上课 也可能去远足 那么明天早上六点钟学校就会放烟花 表示远足会改齐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说你不知道 小丸子在学校从来都是希望看到早晨的烟花的 但是往深里想 他们这种做法时常都会被附近的居民所埋怨 小丸子等一下 远足的时候不再一起吃好吗 我已经和丸伟说好了 我们三个一起吃 一起吃 我的汉堡包和炸虾是不分给别人吃的 或者让妈妈帮我做几块炸番薯了 这个时候才发现小丸子这个小女孩这么有计划 我回来了 好开心 要去旅行 看小丸子的姐姐开心起来真是吓死人 姐姐 我的好妹妹小丸子 不如我们一起去买零食吧 平时姐姐的样子很严肃的 你搞什么鬼 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 好啊 明年可以去远足旅行了 好开心 小丸子 学校远足旅行对小孩子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们现在看到了 小丸子 你是不是会买巧克力吃呢 不过巧克力条很容易化的 不方便 你那么馋嘴 我才不信你会怕巧克力化掉呢 姐姐的心情这么兴奋 就算有什么好理由也说不过她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快给我撑下 我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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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 是啊 早知道这间这么多人 我们不如到那间人少的屋子 但是这里的东西多一些 不止多 而且还有很多零食有东西送 太好了 是这样的 如果拿着200元去买零食的话 并不表示你可以随意的买东西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懂得怎么样去运用这些钱了 首先要打好预算 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好多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是用来和同学交换的 这样换来换去肯定就会有的赚了 买这种了 还有 选零食的时候都很有学问的 不要挑那些就是自己喜欢的 要挑那些大家都喜欢的 挑了这么久 我还是最喜欢这种甜辣豆了 看它会怎么样 吃吃鸡饼吧 挺好 最后剩下它一个人多孤独 好味道 跟着是第二个步骤 主菜 应该用50烟来完成这个步骤 既然是主菜 就是说是买来自己吃的 你喜欢吃的就只管买了 有时可以买些好玩的东西 跟着到最后一步了 也只剩下最后50烟了 那就要买些自己平时吃惯了的东西 这样保险一点 就买这种糖吧 有什么东西 巧克力米通 还有Q版甜面饼 50烟其实可以买很多 也可能买了之后 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惊喜 原来我挑了这么多特别的糖 真开心 自己买了什么都不知道吗 这个正好 小丸子给挑好了没有 我们要交钱了 谢谢 我要这个 这个好吃 其实在收钱的地方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的 走开 怎么了你 怎么了 多谢760烟 那么贵 我还以为用不到200烟 我还要交钱了 在挑的时候又不好好算清楚 那么给钱的时候就会不够钱了 另外有人还会买些零七八岁的东西 看扑面的姐姐手都舒软了 小妹妹 谢谢你了 刚好200烟 给 好 原来我的神秘礼品是牛奶软糖 姐姐 你的是什么 我的礼品是 原来是巧克力脱肥 好 现在的人新吃巧克力脱肥 为什么姐姐你的神秘礼品是巧克力脱肥的 这不公平 我说一下你就信了 其实这些巧克力脱肥是我自己买的傻瓜 姐姐你好坏 你干嘛要骗我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妈妈 我好喜欢吃荷包蛋 你给我吃好吗 知道了 妈妈 我喜欢吃炒蛋 我知道 两个姐妹一个喜欢吃荷包蛋一个喜欢吃炒蛋 就怪不得性格差那么远了 我喜欢章鱼仔 我知道 妈妈 我喜欢吃铺烧鰻 我知道 妈妈 我用这个背包行不行 好 这个背包很合适你 妈妈 你看这条裤子漂亮吗 很漂亮 不错 妈妈 我戴这顶帽子好不好看 当然好了 妈妈 这对鞋怎么样 很好看 妈妈 我想穿这条裙子好不好 妈妈 你帮我看看你条毛巾好一点 妈妈 妈妈 别吵了 气死我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这么想了 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干嘛这么凶呢 带果汁 怎么能没有果汁呢 姐姐我也要带果汁 你整天都跟人家学 带了零食 带了水壶 带了顶帽子 还有短裤 连外套都戴了 至于午餐 妈妈会帮忙准备好的 远爬山用的东西都搞好了 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其实学校这次举行远足爬山 小丸子觉得最开心的就是可以做预备工作 对了 姐姐 好困 有事明天再说 我也要睡了 小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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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不好玩 要咱到下个星期再能去了 真没劲 老师来了 快快 真可惜 今天下雨不能远足爬山去了 不过我相信下个礼拜会是一个好天气 好了 我们今天照常上课 虽然远足爬山改期了 但是好多同学仍然携带着准备好的东西 可能希望有奇迹出现吧 雨停了 其他同学都觉得他们太过幼稚了 气死了 如果不是下雨早就出发了 当大家都感到很失望的时候 想不到小丸子一个人竟然无端端的从心里笑了出来 下个星期又可以像这个星期一样预备一次 真是太好了 昨天买的那包零食我今天要把它吃光 下个星期我又可以再买一次了 就是说我可以多吃一次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妈妈也知道小丸子在想些什么 所以她决定 这个孩子一放学回来就会把它吃光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藏起来才行 藏在这儿她一定找不着的 但是要经常来看看 就因为这样结果这些零食都留到了下个礼拜才吃 天之烂满一颗小樱桃 用它做伴快乐从不缺少 提出所有问题都让人发笑 看见所有事情都感知奇妙 没想算数能把我吓跑 长学时间我不爱胡闹 我是最可爱的宝宝 爸妈为我骄傲 比哩巴啦比哩巴啦 天天会长大 比哩巴啦比哩巴啦 不是小傻瓜 比哩巴啦比哩巴啦 臭迷小会变模仿 爸妈为我骄傲 比哩巴啦比哩巴啦 各自开张高 比哩巴啦比哩巴啦 越来越听话 比哩巴啦比 保持上万次不放 天之烂满一颗小樱桃 有它做伴快乐从不缺少 提出所有问题都让人发笑 看见所有事情都感觉奇妙 没想算数能把我吓跑 上学时间我不爱胡闹 我是最可爱的宝宝 爸妈为我骄傲 比哩巴啦比哩巴啦 天天会长大 比哩巴啦